我们就还是老规矩 然后所有的在 你正在看直播的朋友 不要问关于他任何个人的信息 就是说你可以去问他 任何你感兴趣的 就是你对于这个行业 特别感兴趣的信息 然后你也可以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疑问 除了平时你问我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是什么职业的主播 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真真正正 就是说那个主播的生活 主播的生活 小A心疼了 有人说叫小C比较好 小A有点心疼了 有点平 这个无所谓吧 无所谓吧 叫小36 咱们这个现在就是先开始 咱们首先呢 先试一下声音啊 然后我也调一下他这个工法 这个小A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这个职业经历啊 然后什么方便的话 年龄啊 什么这个 好 大家好 这个有点不外 哎 你这个 等会儿 怎么有点调还变了呢 看那是外国人 你是外国人啊 那你换一个 你换一个 你换一个 你换一个中国人的 这个成吗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比较正常 你先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一个女超管 嗯 然后做直播行业快三年 嗯 之前做的是跟直播完全无关的行业 嗯 嗯 三年的直播 就是直播超管的经历啊 这个因为大家是在直播平台上 哎 大家能听清楚吧 就是说这个我现场如果能听清楚啊 那录音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就是如果随时听不清楚 随时跟我说 我随时调啊 就是大家是在直播平台上看到我的认识我的啊 所以对直播这种生意呢 我也跟大家一样是比较好奇 就是我想问问 首先是说你怎么理解直播这行业 这直播这行业它到底应该算是一个互联网行业呢 还是应该算是一个娱乐行业 或者说就是说你觉得你在日常的工作中 你觉得你自己的身份更像是这个明星经纪人啊 保姆啊 还是说你更像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一个职员 嗯 我绝对更像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职员 互联网公司职员 就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女白领 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嗯 就是因为 嗯 做超管并不是想明星经纪人 就是说 手上可能只有一两个主 然后每天去规划他做什么 嗯 就是因为明星他可能接戏 或者拍综艺那些都是别人安排给他的 但是主播都是自己产出内容 然后我们只是解决他在直播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而已 嗯 就是主播要自己做起来 要靠主播自己 并不是靠外部给那些资源 就是资源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的辅助 嗯 先稍微打断 因为我们有这个感谢Will的这个donation 这个五美金的donation 感谢Will啊 这个那就是说 整个在这过程中 我能不能理解 就是说你们其实分工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当明星经纪人 其实确确实实 就是说在你们的公司里 是有这么一拨人看起来更像明星经纪人的 但是你的工作不是这种工作 能这么理解吗 嗯 有这样的 但是这样的主播是极少数的 就是在直播平台 嗯 可能只有不到十个主播 是按照明星经纪上去运营的 就是呃 因为我不太清楚其他的平台啊 那就是说搁在 搁在我直播的那个平台 那基本上就是说呃 就就比较经常会上那个娱乐节目的那几个了呗 嗯 嗯 而且其实像这些主播很多是他们有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工作室去安排他们的活动 就是反而直播可能只是他们整个 嗯 只是他们的一部分吧 他们一部分做主播 然后一部分是也会去做中音或者其他 特别是一些唱歌的主播啊 嗯 嗯 那就是特别是一些唱歌的主播 感谢沈童的这个donation 感谢老白的donation啊 就是说这个 就像这种主播的话呢 那哎 我我我我想问一个题外话 因为就是说可能 因为这个可能你不太清楚啊 就是说在我直播那平台 然后之前有一些 嗯 比如说特别 已经做特别好的主播了 然后他们突然因为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错了话或者什么的 就突然就消失了 那这些主播就是就你知道了 那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 就是他们现在是会换到这个其他平台 比如换到友台啊 或者换到什么呃 什么就专门去做什么综艺 他们他们会就他们的生活会会会有变化吗 嗯 这种一般如果他在直播平台也没有办法做直播的话 嗯 那他在视频网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交网站 他几乎都是不能不能露面的 就是就是相当于 就是他可能要停止 综艺活动 呃 娱乐就是这种演绎活动什么 就是说这个人 咱们用白话说就是废了 封杀了 封杀了 就直播平台不行了 然后就封杀了 那你们 直播界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一个类似的就是行业协会 比如说这个主播或者说这女主播或者这男主播 他在这个平台上他搞臭了 然后其他所有的平台都不能接 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个内部的一个就是像是协会啊 或者说什么这个比如通风的这么一个口子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就是 嗯 嗯 靠自觉是吗 就是如果一个主播他哎我这个变声了好像会有点 嗯 听不清 没问题没问题可以听得清楚 嗯 嗯 嗯 就是 如果一个人主播被一个平台封杀 嗯 那他一定是 不是说这个平台要封杀他 嗯 而是说可能监管的文化部门或者是什么的要 就是不允许他直播了 所以他再去别的平台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他只是个人在这个平台 然后只是一些个人作风或者是评价上面比较负面 但是他换一个平台是可以重新开始的 嗯 就是说如果像闹到那种级别的主播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我们错怪平台了 其实跟平台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这就是有人要搞他了 嗯 因为对于平台来讲损失一个头部的主播应该是影响很大的 嗯 就是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损失了头部主播的影响的问题 那我们就不得不去说一说直播平台的就是他的赚钱的问题 就是说靠这些头部主播直播平台能不能赚到钱 就就你了解的这些啊 因为因为我们并不是特指某一个直播平台 我们说的是所有这类直播平台 就是直播平台到底靠什么样的东西在赚钱 就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层级所能接触到的所有的直播平台的收入是什么样的 其实直播平台主要还是看那个用户的礼物打赏 嗯 然后最赚钱的肯定都是女主播 就是秀场平台是最先开始盈利的 嗯 嗯 嗯 就像YY默默他们首先就是先有一个社交平台嘛 就是先有像类似微信QQ这种 特别是YY最早的时候并没有直播 嗯 然后默默那个时候也是一个交友的软件 嗯 嗯 嗯 然后他们就是呃 最先开始做的就是美女主播嘛 嗯 然后游戏直播是后来演出来了 嗯 所以说 其实包括呃 就是游戏直播的那些平台 他们的主要收入除了游戏主播的头部主播 其他应该都是美女主播带来的收入 嗯 就是说就是说整个直播平台就是就是发展了这么多年 然后到目前为止 其实就是说不光是我们能看着呢 其实你们内部能看见的大量的收入还是就是秀场模式 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叶董会张哥你来了什么李哥 哎呀就是还是其实还是这样的方法在挣钱 对不对 嗯 嗯 那就难道没有 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个这个所有的平台其实都有啊有什么这个跟什么游戏的联营啊 然后跟什么这个做什么综艺节目啊就是说那这些这些东西他们会不会呃 就是就是能带来一定的收入呢 有就是主播他们肯定会有一些商务活动的收入 嗯 然后包括平台嗯 嗯 也会就是有流量之后 嗯 那些广告位 嗯 肯定也是一部分平台的收入 嗯 嗯 但是对于主播和平台来说 这些都不是占主要的收入 嗯 就是说挣点零钱 然后当然主要还是靠你张哥王哥李哥啊孙哥就是各种哥然后那什么 那那那就是说如果说是以这样的方法在挣钱的话那就不得不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啊 那你这个张哥王哥李哥这打赏了这都动不动 嗯这个上百万啊几百万那这个女主播他不得回报一下 你张哥王哥李哥就是说这这种交易跟平台或者说你们会不会给女主播啊就是说创造一下这类的机会呢 嗯 其实我知道的嗯 其实这完全看个人就是你可以采语你也可以不采语 哈哈哈哈 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么说就是如果按照秀场啊如果按照秀场的这个规则看啊那肯定是呃这个能不进一步你要尽量拖延这个时间要不然的话因为你一旦这个你跟张哥王哥你们两个有了啊这个更亲密的接触 你这可能就不值钱了你知道吧就可能张哥王哥就转脸都走了那女主播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知道女主播一般都是有经纪公司的那经纪公司就是他们的这种运作过程啊 他们会是是给这个女主播和这个张哥王哥们建立这个关系还是说他们之间其实是拦着的 嗯 其实很多女主播的那些就是我们说的水友呀嗯 土豪呀什么的嗯 可能很多他们自己的粉丝群他们自己的Q号微信那些小号都是他们经纪人去帮他们打理的 嗯 对对对对嗯 嗯 然后站在经纪公司和平台的角度肯定是不希望主播嗯 嗯 去有私下的这些东西 嗯 嗯 嗯 就是特别像经纪公司他们的一般他们做秀场的女主播特别多 所以他没办法一个一个维护嗯 嗯 他们能保证的可能就是五到十个是稳定波能赚钱的嗯 然后其他的主播 就是在一直的换一直换 就是他们非常习惯这种流动性 就是他们就是上快钱的公司 那就是说他们其实做这个事 已经非常成熟了 就是已经有自己一套 可能你进去有什么培训啊 什么就是你怎么跟你王哥说话 怎么跟你李哥说话 然后那王哥李哥平时 平时就是说看完了直播 然后血脉喷张特别激动 然后说哎呀 跟这个小C跟小可爱聊一聊天 其实那边就是经济公司的 一抠脚大汉 然后跟那个王哥张哥那聊天 对对 还有可能是个抠脚大 就是说那 其实这个刷礼物也挺惨 这是一挺惨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不明真相的 是一挺惨的 那这些土豪他们刷礼物 他们有其他的目的吗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 某某某平台 尤其是这个 这个你们 哎不是 这个你们是上市 尤其是你们这个 某些平台啊 就是会有一些 比如特别夸张的土豪 比如一天晚上刷一百万 刷两百万 刷这些 就是那这些都是什么人 我自己知道的 就是一些不用干活 然后就有钱赚的富二代 富二代 然后年纪比较大的 一般就是冲着女主过去的 年轻的就是像那种游戏玩家的心态 就是花的钱越多 然后在这个平台或者这款游戏里 更有存在感 嗯 就是一种自我满足 就是自我满足是吗 炫富 没有提他 就是没有说有人说 哎我靠这个平台 我刷一点钱 然后这个就挣回来点 就没有这样的 就是都是那个纯粹的个人爱好 纯粹的有钱 有 嗯 就是很多土豪他花着花着钱 他要么可能自己就干脆拉着 就是他可能钱老花在一两个主播身上 嗯 然后跟这两个主播熟了就 大家一起开个公司 嗯 然后 要么就自己改行做主播了 特别是那种年轻的土豪 嗯 嗯 就年轻的 自己反正有点想法 然后拉一两个比较熟络的女主播 然后咱们一块 搞一搞 顺便都搞一搞 搞一搞事业 搞一搞 搞一搞这个人情 搞一搞事业 我都搞了 那就是说这个 就是因为本来 嗯 你说你说 本来是吗 就是 嗯 你就一个土豪在一个平台玩久了 嗯 他可能出名了 嗯 他就 他其实那个时候他做主播也特别有效果 会有很多人来给他捧场 他这个时候就会收一笔钱呀 就是不管是他之前刷过的主播 还是认识他的学友 还是他的土豪朋友 嗯 就是有的可能也是想回本吧 他也会开打播 那就这些 比如说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有一些就是说特别有钱的 人 然后去开直播 呃 那 其实这个跟他的那人物设定不符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土豪的话 但是你现在又开了这个直播 然后你又去那什么 就是说那看直播的人的心态 你们有没有分析过 就是说人们为什么爱看土豪的生活 人们为什么爱看 这类这个人开直播 哪怕就其实很明显嘛 他他是他不是真的对不对 要不然他为什么来开直播呢 那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想去看这些 有真的也有假的 有真的也有假的 就是有的他的土豪或者富二代可能是他的一种龙社 他可能也挺有钱的 但他没有那么有钱 嗯 但是有的他是真有钱 就是嗯 大家看直播本来就是想现实生活比较累 然后看点娱乐的东西脱离一下 现在当下的工作或者生活里的人烦恼呀什么 嗯 所以他喜欢看别人消费也是一种发现的 嗯 然后顺便还可以弹幕喷一喷 嗯 就看谁弹幕喷一喷 要怎么说看字那么多呢 对 就是发现一下 其实就是发现一下 那你们平时你看吗 就是说你平时你会 就是你们自己你会看你自己的主播或者什么的 就是你你会每天就看吗 你也会比较代入的去看土豪去开车 这个去找姑娘什么的 你也会看这些吗 嗯 我会看自己的主播 然后看其他的直播完全是想了解 就是现在大家喜欢看什么 又不喜欢看什么 嗯 那就是完全是自己的爱好 其实我私下不怎么看直播 就是其实并不是很热爱的 不是并不是很热爱 就是说并有点疲劳了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就是说你每天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每天面对这个行业 因为大家都是剪着自己喜欢的看 那你每天的日常是什么 你比如说你一天你工作多少个小时 然后你加不加班 然后这个中午怎么吃饭什么的 就有没有时间吃饭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嗯 每天日常的工作是什么呀 嗯 因为我这块主要是偏向于 嗯 去发掘新的直播内容 嗯 所以需要看很多平台的直播 嗯 然后除了看直播 还要看视频网站 比如最接近的可能就是BBBD那种 嗯 然后看一下现在最热门的 关心的大家有什么内容 嗯 然后就是找一些想要做直播的人 来做直播 所以尽量带一些新颖的内容 嗯 嗯 那每天你就 然后还有 嗯 你不断的就是在看友台的这个内容 然后找新的人 那你每天要花多长时间去干别的事呢 我们每天工作时间是九个小时 啊 九个小时 嗯 嗯 就是休息啊 那些还挺随意的 嗯 然后加班 不是经常加班 嗯 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还会设计到一些 嗯 板块内容的策划呀 谢谢 不管是跟外面的商务合作呀 嗯 还是说跟一些 嗯 品牌的什么自然互换的那一种活动 嗯 然后超出时间范围就加班呗 嗯 就是加班不是一个常态 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想象国内互联网公司可能就是不停的加班 不停的加班 不停的 其实你们还是呃 因为就我所知啊 现在很多的平台的就是呃 这个工作除了那个除了那个要值班的档 现在都是弹性工作 就你们现在也是弹性工作吗 嗯 就是弹性工作 嗯 弹性工作 就是反正不管你什么时候啊 你就到了点 你你干完活就就就可以下班了 是只要你几点来无所谓 嗯 对 其实就是做直播就已经不太分上下班了 嗯 就是对着电脑到了公司 虽然说是上下班 但是其实嗯 每天要用手机 然后随时看直播 因为本来主播开播的时间都不一样嘛 对 然后做活动的时间也都不一样 其实是几乎一直都在看手机 然后还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可能就会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直播被中断了 或者是我们做的活动 有什么呃 我们承诺给活动方的资源没有及时上啊 什么的 我们都要放下去处理 嗯 所以这个就不太分说上下班了 嗯 那这 比如你说到这个 有的时候有一些突发情况 直播被中断啊 因为这个 这个在我那个平台啊 我前两天呢 就赶上了这么一件事啊 就是直播的直播呢 突然就冲进来了一个 嗯 一个应该是个姐姐吧 然后突然就这个把我的直播就给中断 啊 就是我想问问 这姐姐 她是什么样的职位 就是这种 或者说都有什么职位 除了你这样的啊 这个看起来比较友好的职位 还有什么职位 看起来不是那么友好的 啊 其实超管就分很多种啊 嗯 有的是专门就是做 呃 这是管理主播的 嗯 然后有的是策划活动的 嗯 然后有的是做内容审核的 嗯 像这一种 就一般就属于内容审核的超管 内容审核的超管啊 那他们他们是我觉得 好像我觉得到处都是内容审核的超管 就是说这个内容审核的超管 在一个直播平台里的 到底应该 它占于什么比例 我们觉得绝大部分人 好像都是干这个的 因为直播平台肯定还是有研发人员啊 嗯 然后 做内容运营的啊 嗯 然后还有做一些 比如说直播或经纪公司管理的 嗯 其实内容审核是很大的一块 但是大概占到五分之一的人数吧 就是我们如果五分之一的人数 那可不是一个小数了啊 就是这已经占相当那个 那你觉得就是说所有这些部门里头 所有这些部门里头 哪个部门的工作最轻松 哪个部门的工作最辛苦 好像不能分 就是在体力上来说 肯定是内容审核最辛苦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在 24小时轮单的在看直播 然后他们也不能选择 想看哪个不想看哪个 难看好看他们都得看 难看好看都得看 经常还得看一些 对然后经常还要处理一些 就是特别是直播被中断这件事情 嗯 很难说不能说是 只是说主播去投诉吧 那平台他也分不同的岗 然后如果直播被中断 那对我们来说 至少对我来说肯定影响很大 嗯 那平台也会去找这个内容审核 去问他 嗯 就是他们要经常面临别人的质疑 然后每天还要盯着电脑 去看这些东西 他们体力上肯定是最辛苦的 那不是 那问题是就是说 他们的工作的意义 到底到底在哪 就是说你 他们是很辛苦 这个我们顾客否认 就你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 他他他比如说 你说他们一直都在看直播 就是他不可能 因为你开播的一个平台开播的 你比如像这个 像这个某些这个龙头的 这个直播平台 人家那同一时间 你闲时开播 都是上半个直播间开播 他也不可能 你有多少人 你也不可能说这个盯着看 那他他是怎么看 就是他是一个人看好几十个 然后呢 那他是听这个 就是轮着听声音 还是还是说 有一些直播间 就是专门就一个人在谈 其实我还真没有去 就是距离去了解 他们是怎么看 但他们每次快速的 就是给我反应 并且快速的给我截图 告诉我 就主播在哪一分钟 哪一分钟有问题 从他们的效率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 一个人肯定是看很多的直播间 但他们一定都是很认真 很实现在看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我已经不敢想象 这工作是什么样 就是说 就是说在你们公司 和在其他的直播平台 真的就专门有这么一拨人 每天他的工作 就是在那看直播 而且他不光在看直播 他还要很认真的看直播 而且这个直播好不好看 他就真的趴在那看 然后还给你截图 每个直播平台一定都是一样的 其实他们存在的意义 就是能让国家允许直播平台继续存在 好吧 就是说我们往大意义上说 是这样的 但是那我想问问 这些人他们都是什么人 就是因为什么人会去干这种工作呀 那稍微有 他们都是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吧 学校 年纪都很小 年纪都很小 然后刚毕业 然后就 那他们就是说 就你接触过的这个职位啊 他们后悔了 就是他们 他们就是他们难道心里 都没有什么想法吗 所以说这个岗流动性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岗位 就是 因为刚找工作的那个大学生都可能比较单纯吧 就是他喜欢一个行业 然后觉得这个公司不错 但他觉得如果这个岗位最好进的话 就是要求最低的话 他可能就想先试一试 然后又一般都会这样想 就是我先进了这个公司 然后做一个岗 然后之后有机会再转别的吗 很多都是这样 所以就是自己把自己先说服进来 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路活活走窄了 就是用 那这个就比如说他们坐在那里 然后他们的审核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没看过这个你们平台 但是我看过我这个平台的那个审核标准 我那个平台的审核标准 有一万五千字这么多 而且很多就那个那个页面你打开啊 你看到的很多的部分是重复写的 也就是说肯定没有人去写这个审核标准 就是说上边有一个什么这个最近有一什么消息下来 然后说给你给你一个信 然后他可能就直接就复制上去 所以我估计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 就是说到底这个审核标准是什么样 那审核标准 就是说你们公司会不会说集中的 说有一次开一个会 说咱们明确一下 说什么东西可以播什么的 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平台 女主播这个衣服到哪个位置 因为我有不少这个女主播的朋友 经常会跟我抱怨一下 说这个胸前有俩扣子 结果我直播间疯了 我说为什么呢 说这个超管说我凸点了 然后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一个标准 比如说这个凸点 就说说是半厘米算凸点 还是说只要有一个什么就算凸点 你们会不会经常会传达一下 明确一下这个职责 没有 也许他们审核部门也需要 就是其实尺度这个东西 有时候是会比较主观的 那就是说完全 但是他们原则肯定是 能防止出错先疯了再说吧 应该大部分都还是会这样 因为一般就是直播风际 应该都会分不同的时间吧 不同的等级吧 对 有的可能就是永远不能播 有的就是可能让你停个一天两天的那种 就是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就是经常有的时候是靠就怎么说呢 要靠大家的主观判断 就是今天超管早上起来早点吃的不错 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平台的尺度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明天这个有主管给我穿了小鞋 穿小鞋了我不高兴 所以可能这两天尺度就会小一点 就是说基本上审核的尺度应该就是这样 其实审核的尺度就是他们为了少出错 肯定是会越来越严厌 以后就是直播平台的内容的审核 一定只会越来越严厌 就是说可能未来会包头巾 什么手臂不能露出来 穿黑黑色照纱 以后有可能会发展成这样 只能听声音太哑的也不行 就像他如果没变音 可能以后在至少在我那个平台估计够呛 因为没变音的话 这个说话不行 这个气口不对 所以这个可能 我其实这个判断跟我的判断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未来的就至少国内的直播平台 应该大家标准就会差不多就往这方面走 就是以后这个女主播可能必须穿什么高领毛衣了 可能会有这个要求 其实就是视频网站电视上面能出现的内容 直播都能出现 他们不能出现的我们也不能出现 可是现在这个电视上连纹身都得打马赛克了 都得遮挡了 你这个好像 我们也不行啊 直播平台好像早就不行了 对 反正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 就是现在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尺度也越来越小了 对吧 原来还经常我们能看见什么 有穿着热裤上跳舞的 这几年其实已经很少见了 现在就是这个 好像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 因为我国这个电视节目也没分级 所以可能这对于全年龄来说 这个算是一个好事 但是那你说每天 就是在一个 我们可以几乎可以说 每天在一个没有什么明确审核标准的工作标准下 每天在一个非常疲劳 非常无趣的一个工作环境下 那跑他的键盘上还只有三个键 每天就是在这样的还不能跟水友们聊天 因为我发现他们只要进来发的话都是复制的 所以我说他们只有C和V这三个键就足够了 这样的员工他们到底收入如何 坊间传闻 我先跟你说坊间传闻 说这个超管 各平台超管 直播工资收入3500 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实数 就这样工作的超管 他们的工资大概在什么水平 其他岗位的大概在什么样 我要说一个 其实他们是有深刻标准的 只是说你要让他们说 他们会说的非常黏 就是想他们放点水 其实是能放的 还可以能放 不是完全没有标准 如果说有标准 能播的真的就是那种 你叫什么 又红又转 又红又转 正能量 正能量 我们那个平台上有一板块叫正能量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正能量是播什么的 往上看 那就是 不是不是咱们别说 就是说先说放水 咱就更得说这工资收入了 因为待会咱们就着放水这个话题 咱们要接着聊一点 三千五应该是真的吧 至少我知道的 我现在不太知道了 但是我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确实是三千五 感觉是挺正常的 坊间传闻是真的 竟然是真的 那他们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吗 比如说 这个公司 那你三千五 你公司不管顿饭吗 管不管什么住处 给不给补助 什么三显一金 有没有啊 这些 这我还不知道 每个公司可能不一样吧 但是 我知道是有的平台 他们可能审核或者是客服人员 是他们自己公司的员工 然后有的可能是外包的 那外包的那种 肯定福利就差一些 如果是自己平台 就是签正式的劳务合同那一种 那他五显一金 然后特别是互联网公司很喜欢搞情怀那一套 就是团建 下午茶 什么那些东西 就那种福利肯定都是有的 就是都是一样的 但他的底薪的水平确实是比较低一些 就是说团建这个东西还是要搞一样 因为互联网公司其实是比较西方的一类公司 每个月每个人 那这个人头上总得有三块五三块五毛钱人民币的蛋糕啊 茶点啊 对吧 因为大家过个生日吗 大家一块这个什么 那那就是说总体来说 只是说是一份正式工作 就是因为我们按现在标准看 只能算是一个正式工作 实在算不上是什么 说什么体面工作呀 什么这个比较好的工作 这实在说不上 那在直播平台其他岗位上 就你所知道 这个其他岗位的这个工资大概是什么样 就是说给我们点指标吧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走投无路了 我们也要去直播公司了 不是不是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我们应该去什么部门 去什么岗位 那你觉得说算是活得比较滋润 大老的我就不说了 大老的也不知道 就从一般的运营 但我知道的也是一两年前的 就可能从三四千的也有 然后可能从六七千到两万 也许 但就是说 然后如果 你说你说你说 如果说要做直播行业的话 肯定是做像产品那方面的岗位 我会觉得更好一些吧 就是技术岗 如果有一天不做直播了 还能做其他的 但是像做主播管理和经纪公司管理的感觉 就好像这个职业比较窄一点了 就是路越走越窄 那这个 不是 那你刚才说说 从几千到两万都有可能 那做两万的这种 它是什么 它是有提成吗 还是说什么 就是说你们会不会 你们会不会跟着主播的业绩 你们也有提成什么的 没有 我们完全没有 就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 就包括很多主播吧 都认为超管都是拿主播礼物分成的 但其实我们就是死工资 然后加绩效和年终奖 然后绩效和年终奖 除了看个人表现 然后可能还 因为直播平台都做很多不同的内容吧 然后按照也是每个内容 每个板块的KPI 然后来定年终奖 这些的 我们是完全不拿分成的 那我真的 就没有分成这一说 那我就真的是得夸一下这个小A了 因为这个小A呢 虽然他就跟我没什么大的关系 但是因为我认识他也挺长时间了 他是一个十分有激情的超管 就是说在这样的收入分配制度下 仍然能够保持着这个激情 我觉得小A是一个好年轻人 是一个 我觉得这放在各行各业 这都是绝对劳模级的 那就是说大的超管 那什么样的人能拿到两万 他这两万是怎么出来的 有的他可能是做商务的 就是比方说平台要做一些线下活动 然后他们去招商啊 那种那种超管 他们的工资可能高一些 然后有的就是 因为运营确实我们也有分 叫什么 等级 等级 就是有一些比较资深的 他手上的资源比较好 然后因为大家的 就像我们自己的主播 或者是那些经纪公司 肯定也是有赚钱比较多 赚的比较少 然后 做的比较好 就是 就职位平台也会有一些 那种部门奖金吧 如果说这个人他的资源比较好 然后他的主播比较赚钱 他的经纪公司比较赚钱 那他可能会拿到一些活动的奖金 或者是什么 但是这些都不是固定的 嗯 就是说这这些都是浮动的 然后也不是说特别 就是说肯定会怎么着怎么着 就反正 听着反正好像有点挺随意的 就是你们这个赶快 还挺随意的 收入定的 好像就是 这个这个同志不错 其实我说到这个事 我真的要说 真的很随意 真的很随意 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同事 可能他们 因为做直播的 其实就是人员的流动性真的很大 然后有的同事 可能他们之前 没有结束过直播行业 因为直播行业一共也没几年 然后他们可能之前做的 就是做经纪公司的 然后到一个平台 然后做运营 然后啥也不懂 然后做的特别辣 然后我就要走了 可是他一跳槽去了其他平台 他只要讲说 我之前那个平台不错 在这个平台跟这个人士聊一聊 他的工资也许就可以翻两半 那就是真的是 而且他 就是典型的互联网 还跟他之前的完全没关系 就是他都没有经验 我都会觉得特别饥饿 他怎么会去做这个 就是他懂吧 就明白明白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事 其实就是说 这是咱们这个国内互联网 这个行业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风气 就是说资历全靠吹 因为我们过去 这个说在国内招聘面试 资历全靠吹 有一些你一听就知道 肯定扯淡 就说他之前 我这个每年我这个什么流水 我做了几个亿什么的 就是一听就扯淡 根本就不可能的 然后但是呢 因为也没有一个说完善的 说行业被调 说我给你做一下背景 背景调查什么的 就是也没有这么一个 关键是都是拿投资的行业 大家都是要着急收钱 你人反正先进来再说 然后能那个 能这个变成谁的嫡系都可以 反正基本上 就是一个标准互联网行业 其实都是这样 那那你们 就是什么都是事吧 反正就是我有钱 你能吹出来 我就让你试试 能做成就成了 做不成也就 也就算了 反正就是 就是花了几个月的这个成本吧 也就算了 然后基本上摸 大家摸石都过河 这是我们的老路线 那那你们的这个进入直播平台 比如说工作 有什么门槛吗 比如说需不需要什么学历啊 然后就是你们招聘 要不要就是说严不严呢 招聘严不严呢 竟然都这么随意了 前两年真的是挺随意的 但是 其实连我自己刚做直播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的同事应该是 就是跟我一样 都是社会边缘人士 才会做直播 但是我一了解 很多都挺牛逼的 就是他们还是做过相关行业的 要么就是可能以前是从 什么电视台出来的 然后以前要么就是专门做 那种音乐节的 或者是学编剧的 就还是得有点相关吧 然后这两年可能就会 必须要有同行业的经验了 就是完全的新人 可能就很难再 再进了 就是说你们已经开始是 行业人员开始内部流动了 因为就是大家就这么点人 然后反正可能你们互相之间 平台和平台之间 应该也都认识吧 就是人和人之间应该有关系 都都都不错什么的 然后就互相介绍了这种 对吧 嗯 但是 而且本来 这就是个很新的行业 你说你要找资深的 大家能有多资深的 对啊 就是3.5年工作经历 已经算是这个行业的翘楚了 老员工了 已经算差额这样 所以你不能说你是边缘人 你说你是边缘人 那我确实我不同意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从你的激情上看来 你还离那边缘啊 还远了 你知道吧 还非常的远 那你的 你们的这个工作升迁 会不会也像是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一样 特别典型 因为中国互联网公司 其实最典型就是什么呢 就是底层员工 永远也没有机会 脚踏实地的升到上层去 然后上层永远是从别的公司空降来的 就你们的公司会不会也是这样的 这两年我感觉特别明显是这样的 之前可能是看谁先入行早吧 但是因为直播行业变得太快了 对 然后可能每一个短期的目标都在不停的变 今天要做流水 明天要做流量 然后又要改做商务什么的 所以领导在换很正常 但是渐渐的这些公司应该都还是有那种 还是给下面员工有精神的渠道吧 就是会有一些可能 这种竞生渠道 就是说你认为它是 它是就真的有建设意义的 还是说只是为了安抚一下 我还是见过人家从最基础的岗座 然后一步步做起来的 但是是确实特别少 可能还是安抚的作用更多一些吧 你说的这种人都是老板小舅子 就跟着一块创业的 那什么就是我弟弟 我表弟什么的 这种人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大家创业的时候 窝一个孵化器里头 大家这个职务都差不多 对吧 然后干个两年三年四年的 然后他变成那个什么了 就是 对我觉得其实上班这个是 运气有时候很重要吧 对 就是可能你实际的做了点什么事情 然后刚好遇到没人了 就只能让你顶一顶的时候 也许这个人就有机会进去 但是大部分确实是空降的比较多 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平台的目标老在变 就是招令西改 高层这个招令西改 其实这个我感觉也特别的明显 因为之前我的超管曾经跟我说 说要有这个数据 要有那个数据 要有各种各样的数据 然后就是说 好像这数据 他们没这数据 他们活不下去了 他们就指这个数据 就这数据 然后后来就没人提了 你知道吧 就是比如前一阵跟你说一个数据 晚上过一阵 就没有人在跟你说这数据的事 就感觉就好像之前没有人跟你说过一样 平台的数据 就对于你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 你们拿这数据到底是给投资人看的 还是给用户看的 就是你们在不在意这个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 跟不跟你们的收入挂钩 我们肯定在意这个数据 然后也跟我们的收入挂钩 就跟KPI挂钩 就是其实对于普通的职员来说 数据它是否真实 就是我知道肯定是不是完全真实了 但是我只是把它做一个对比 就是我这个数据跟它比 比它差 那我就还哪个地方需要钱上 就是我只需要一个比较 因为至少在一个平台里 它这个数据的标准一定是一样的 就是不同的主播或者不同的板块 它一定是一样的 或者说 比方说我怎么看我板块的数据增长 我怎么判断它 那我不可能只是说看我自己板块 我肯定要看全平台 比方说流量 那全平台这段时间涨了 那我的板块不能降了吧 就是其实我只需要一个参照 就是参照 参照 其实这个数据 那就换句话说 你们其实自己也不知道 这些数据 它背后的算法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你们实际上 比如说因为 所有的平台其实都是这样 目前 就是说它不会给你显示一个 像YouTube这样 说100个人 现在101个人在线看 就是它不会有国内的平台这么干的 那实际上 YouTube也是真的吧 YouTube是真的 YouTube是正经是真的 就是可能 这个对于国内的同行 已经开始陌生了 但是他们确实是真的数据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数据 其实你们自己也并不知道 它背后的实际意味着什么 对吗 极少数的人知道 极少数的人知道 那就是得是 就是有些算法其实是被保密的 因为我常被问一些这种问题 但是其实我也不能给它明确的算法 我也不知道 对就是说 其实因为你看见的是 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职位如果知道了 算法了以后 那基本上就属于全世界都已经 大家都知道 对 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算法一般来说 肯定就是说 技术部门的几个核心的人员 他们是肯定知道的 然后这个大老板肯定是知道的 那你们内部有没有一个估算 你们内部有没有一个估算 你比如说 我们说显示一个 说一个直播间显示一个 两千或者一千 你们有没有一个估算 说大概这个直播间 跟其他平台比较起来的话 那它在一个什么水平上 其实直播间特别好看 嗯 就是看 送礼的人数和弹幕 就知道这个直播间互动 或者看的人数 或者是消费的用户 多不多星星 嗯 其实就是很直观的 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 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我也有的时候会 就看一看 这个张哥李哥 什么这个 他那种直播 然后呢 有的时候 其实能明显感觉出来 就是说这里 肯定有经济公司的参与 就是说经济公司 肯定参与了 跟平台某些这个 这个 淫荡淫荡的 够合 就肯定肯定有这种 有这种合作关系 因为就明显看出来是不太 不太真的 那 那既然说到这个部分 那 这个直播平台的水分 就是说或者说 这些数据的水分 你们怎么做 就是说是怎么才能够协商 跟平台说要出来水分 就是首先我们要承诺 我们能达到一个什么任务吧 嗯 这个任务一定是 其实最真实的 对现在所有直播平台来说 大概就是 嗯 什么来说 礼物收益 嗯 礼物打赏 嗯 我们先给一个 自己的计划 目标 目标 然后去要这些资源 嗯 然后平台再验收 嗯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次验收的成果决定 你下一次还拿不拿得到 嗯 那也就是说 嗯 也就是说就是 好比说如果说有一个 我们想做一个经济公司 我们想推两个女主播 然后呢 就我们会先去碰一下你们这边运营 然后呢 问一下说 哎呦 你看我们这俩女主播啊 你看有鼻子有眼的啊 都都是胳膊 两个胳膊 两个腿都有啊 你看我们这个女主播 每个月 你看这个是一个什么水平啊 然后你们那边会开一个价 比如说流水 每个月得30万啊 一个人得30万 然后呢 如果直播公司 经济公司说接受了 那么你们可能就会调配一些资源给他们 是吗 就是说 比如说那行吧 那就这两个女主播 甭管也没有人看啊 见见开播啊 这个 我给他就显示 呃 两万人在看啊 就是你们 其实就是这么在跟他们接触 对吗 嗯 就是 对 对 总体来说就是 就是这样啊 很明确很简单 那 那这个东西的意义 嗯 到底在哪 就是说 女主播真的能达到吗 主播数据好了 她真的就有人能挣着钱吗 就是比如说 我给你显示了 说这个两万啊 真的就是就能挣着钱吗 就是凭你的经验 你觉得 会有很多成功率如何 成功率如何 失败的时候 说失败 我 我 算好 我上来我都想好 我说是成功率 你说直接说失败的多 嗯 因为 因为我在 就是 老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们现在做什么样的直播能 主播能火 嗯 其实我特别想跟他们说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都在世 嗯 都在世 如果你非要说 让我一定说个答案 那肯定就是大家没看过的 特别猎奇的内容 但是那种内容一定很少 嗯 就是 如果那么容易找到 那大家也不看了 对吧 嗯 就是说 因为这种东西 它也没有一个说标准 就是说你真的去模块化的 包装一个女主播的话 可能你也解释不了 就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看起来差不多都是唱歌的主播 为什么就是说人家能坐到那个头部那个位置 为什么我们这个你看都是脸都一样的 都一个公司整 你我为什么我们那就不行 啊 就是 是 这个有的时候确实 就是做的很牛逼的主播 他首先他肯定是 他性格是讨喜的嘛 嗯 然后要有很高的情商 然后需要有一个 嗯 比别人牛逼的才艺 嗯 这个肯定是需要的 嗯 但是 大部分人没办法成为头部的主播 很多想来 就是想 任何人都可以想做直播嘛 嗯 他问你的时候 你看到他 你觉得应该他就是 很难成为一个头部主播 嗯 所以他想问我一个套路的时候 嗯 我就很难告诉他 我不是生产工厂 不是说 嗯 我给你点资源 然后我们常常把你放在广告类的位置上 然后你就能做 那肯定不可能呀 但是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嗯 只要他 经常在首页 有人能经常看到 他就觉得自己 能做起来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嗯 就是说会造成一个假象 因为我们其实在做直播的过程中 是经常能看到 就是说这东西确实说不好 就是说有一些人的感觉呢 就是你一看呢 你就你就说不上来 你就哪 你觉得这人特别讨厌 这种人呢 就是你毫无意外 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 那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人 看到他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人就是说 他怎么找那个直播节目 他可能他也活不了 然后有一些人吧 就是特别奇怪 他呢 长得可能比较逗或者什么的 他随便播一个 三口吃一头猪 他也就 就可以那个 这个什么 就马上就能活起来 所以 其实这个事也一直都是我在想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直播才是 嗯 就是在9102年 2019年 能够 说大家真的说 你能够批量生产 或者说你 你只要按照这个套路播 你就肯定能播得起来 这个确实确实 有点说不好 或者说就有点 有点悬 你看 不光我没想明白 连超管都没想明白 所以我没想明白 他们那么多人都没有想明白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可以以一当代 我可以跟他们整个部门 这个事儿真的想不明白 对 因为常常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因为我们经常会看一些贴吧呀 或者是很多主播的微博 然后学友的留言 网友的留言 他们总以为这些东西是平台可以安排的 或者是主播可以安排的 可是知道真相的 我们就知道真的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 他可能就是做直播做太久了 做了两三年 然后生活中发生了一个意外 然后他火了 但这个意外真的就是个意外 或者说 怎么会有人给他刷钱 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这么有钱的人 他想花钱 然后给这个人刷了钱 其实就这么简单 很多时候真的不是特意安排了 或者是什么 东啊 你是在跟我说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主播在平台上引起轰动 或者甚至引起全网关注的事件 并不是平台的剧本 你是想说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全网轰动 那可能是剧本 那可能是剧本 但如果说 就只是在平台 内部的一些 就是一些八卦吧 就自己平台里面玩的一些八卦 很多真的就是 意外 不是可以安排 那 就是你说的是 就是因为 因为我 我经常会发现 就比如说 在某一些平台的某一些板块 他们会有主播打架 就主播吵架 或者主播打架 这种情况发生 然后带着两拨人去骂 你觉得像这种事情 反正以我的了解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 他很不可能不是剧本 那你们怎么看这些事件呢 这个应该是剧本 应该是剧本 这种肯定是剧本 应该是剧本 然后播着 没啥内容播了 然后就去碰碰词 调点话题的 这种还挺正常的 找一点内容 找一点内容 但是就是说 你们也会经常碰见 就是说 这个确实不是你们搞的 就我 至少主播反正没告诉我们 是怎么搞的 反正他就是 就平台 其实真的不会参与这些东西 就是全部靠主播自己想发挥 然后把它控制在不失控的方面 但这个很难吧 因为就经验看来 你们好像并没有能够成功的控制 这个不失控 你们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会失控的 对吗 对 因为如果他们去 不是直播平台私b的话 那我们确实很难控制 而且你也很难 因为很多时候 其实不是主播自己的行为 他可能主播可能会去煽动吧 然后他们会有水友或者粉丝 我觉得就包括明星也是一样 在网上互喷互骂 互相举报 检举人那些的 对 对 就是因为这个很难不失控 其实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 就是我不敢说这个 全世界都这样 但是说这个至少在国内的这个互联网 这个不太可能不失控 因为最后你无论怎么去打这个架 你无论怎么去让这个事件发酵 只要他不是说是那种学雷锋 做好事的这种事件 那这种事件一般也发酵不起来 对不对 就是说都是什么事件 都是反正肯定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 他才能发酵 所以这根本就不可能这个能控制得住 所以你怎么弄 最后都会是以一个比较 或者说什么呀 就是以一个比较比较龌龊 不是说龌龊 以一个比较负面的形式来接触 所以我在想这可能就是说 其实刚刚开始有互联网 直播这个行业的时候 其实这个行业并不是一个多么 就是不堪吧 或者说大家 但是现在你看 就是说在整个对于网络主播 我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都不敢在我的现实生活中 说这个我在网上有一节目 人肯定会说 哇你都混到就当网络主播 哎呦 你说你这有胳膊有腿的 就是最后 这个整个平台的那个声誉 可能也是因为 就是说这类恶意炒作的事件 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慢慢慢慢的 就把整个行业的这个口碑 就给拉下来了 那你们现在的在这个 就是在从业的过程中 因为你一直都在这行业里 就你有没有觉得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说这个行业 它越来越不正经了 或者说你越来越羞于 去跟别人说 说我们 或者这么说吧 就是当别人 当你亲戚没有问你 说这个小爷 你在哪工作啊 就是你会是不是跟人说 说我在互联合公司 还是说你说 我是在一个这个直播平台 你倾向于你是说哪个 我因为我突然想起来 我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我跟我妈说 我在直播平台上 就我想去做直播 我妈就说 你们那边是不是做色情直播 跟斗地主 斗地主 他说游戏直播就是斗地主 对 对我这两年确实觉得 就是恶心竞争 平台直接的特别严重 之前前两年也有 就是可能一些挖角吧 然后主播的身价都被抬得特别高 就新闻上做的年薪几千万的那种 然后但是这两年 好像都是主播之间 还有主播粉丝之间 就是互相抹黑举报 那样的事太多太多了 然后就变成了 其实大家都不好做 就至少对于平台来说 前两年 主播的价格 因为互相挖角度被抬得特别高 然后这两年又变成 大家什么都不能播 什么都不能做 就是都很小心 对 就平台管控确实是 只能在平台内 但平台外根本控制不了 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可能针对某些 就是总部在偏远 不是偏远地区 某些这个二三级城市的直播平台 可能还好点 像你们这个在什么北京的什么的 是不是感觉会更明显一些 就是说 感觉这个越来越能播的东西越少了 嗯 是这样的 就是 这也是为什么 做主播越来越难 对 就是大家就是想看见这些东西 那就是说这主播 他们过去都 大家都知道就说 好像这主播挣钱太容易了 现在这个主播 他们现在是不是真的还在月入百万 就是主播现在 我们看说一场直播 他们一场直播能做下来 可能有个这个三万或者五万的 这个礼物进来 他们到底是不是月入百万 他们后边有没有人跟他们分钱什么的 就是有的主播如果他有工作室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直播平台 应该都是有经纪公司的吧 嗯 然后经纪公司肯定会跟主播分成 嗯 然后如果主播日常直播的大部分礼物收益 都应该都是自己的 然后都是真实的 嗯 但是如果说 直播平台一般都会做一些年度的活动 然后这些活动就是 一年割一次韭菜嘛 嗯 一年割一次韭菜 主播需要自己给自己先 虚张声势一下 然后经纪公司就可能会帮他们刷一些礼物呀 这些 那这些钱 他们就需要跟经纪公司分成 哎 那那像这些钱 就是说 那他们跟平台怎么怎么说呢 因为你刷了钱 在平台产生流水 你就理应要去跟平台分账 对不对 那这部分成本 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因为他们刷的量比较大 然后平台方会给他们一个优惠 比如说这个普通的主播 我跟你五五开 啊 这五五开 我跟你 我跟你四六开 啊 然后你经纪公司 我就跟你 这个我就收益成 行吧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这种优惠 肯定会有的 就是 但是这种主播非常少 都是 极少数的一些头部主播会这样吧 就是如果你能看到一个主播 嗯 一天 我因为 嗯 有的 我看到有的主播一天就几百万吧 那种水分肯定是很大 就这种 你们自己一看都觉得说 扯淡了 就是扯得有点大 就是有点有点夸张了 是这意思吗 嗯 因为他们 因为现在每个平台也都会做那种 直播间的PK吧 嗯 然后还有抽奖 什么的 嗯 这东西其实本来就需要主播自己牵头 做的 嗯 嗯 就是说这 这些活动是主播牵头做 是吗 就是说是他们搞策划 然后或者 或者就是他们带头刷礼物 是他们自己在做 是这意思吗 嗯 都是他们自己做和他们背后的经营公司 嗯 嗯 嗯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你觉得 你觉得一个平台的头部主播 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他不掺水 他自己没有给自己的礼物做手脚的话 那么一个平台的头部主播 他的一场直播 大概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收入 算是就是对于你们来说 也是比较合理的 哇 其实这个我还是没有 哈哈哈哈 但是 我这我能说的 大家觉得最真实的 其实是一些中 中党的 中党的主播 其实他们的收入才是最稳定的 他们就是靠礼物收益 他们自己也不太透露 他们可能 直播的支出 就是平常出去玩 那些为了做直播内容 他们不会花很多的钱 比方说为自己打活动 然后刷礼物刷名次 然后也不会说去搞一些很大的抽奖 嗯 他们反而是最稳定的 但是那些 大主播有的 他除了自己的内容 他有时候甚至让你觉得他就是一个做生意的 嗯 他也是在赌 他可能 他这场活动 打得很多的礼物的钱 嗯 根本就不是他自己 他可能也是借着或者是干嘛 这样 嗯嗯嗯 就是说他 他把他当成一种投资 对 嗯 那就是说 其实你说的这种情况 除了中党主播这个条件 我不符合以外 其实你说的不就是我 就是永远永远不会为节目 我们节目没有任何经费 一分钱都没有 然后这个抽奖都是水友赞助 然后就就你说的反正就是我 那就是说 其实那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主播呢 我们其实算是最容易的主播了 那就是大主播 大主播反而有可能会因为就贷款做节目失败了 然后倒彻底走窄了 负债什么的 这个嗯 那么 又不小心又又夸了我一顿 对 我这个是当部的当部的主播 不算是中党的主播 当部的主播 那那 那就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说了 那你现在说直播平台 有可能会给头部的主播数据注水 或者说不是头部主播数据 就是有可能会给主播数据注水 有可能会主播会自己会运作 然后平台还会跟他协商 就是说这个成本的问题 对吧 然后你刚才也说了 你说审核这块呢 其实也是可以放水的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腐败问题吧 腐败问题 据我所知 在你们整个行业里头 是 你自己说吧 就是说 就是这个情况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能不能 咱们也别指明道姓了 就是了解一下 我们也了解一下 说这个直播平台里腐败 怎么个腐败 就是说他们 你有什么方法能够腐败 用什么手段 其实我知道的最腐败的平台 已经垮了 已经垮了 把自己干没了 把自己干没了 风气太差 其实就是像那些 能拿去卖钱的 我说的广告位那些 就是给主播 然后 因为很多时候 主动权都是在运营手上 因为我们也不是说 就是一个直播内容好不好 值不值得平台 去推这个内容 其实这个也是很主观的判断 平台一定会给运营一个空间 所以运营是可以选择 自己想要推谁 或者说一个板块想要推谁 那有这个权限 有这个资源 就肯定有的人会拿去换一些 羞辱这样子 然后还有的就是 比方说主播做商务活动 商务活动有些 商务的钱是走线下的嘛 有的可能没有签合同 那那些做销售的 做商务的 他从中间拿一些分成提成 那些的也是好的一部分收 那就是说他们 他们其实就是说很简单 腐败方式简单粗暴 我们先谢一下这退休老大爷 这一万日元的donation 我们先感谢一下 就是说他们其实这个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用的是最原始的 就是拿公司资源 然后这个私用 去换钱 去换钱 然后你比如说我之前 我碰到过一种情况 就是说 之前我的这个超管 他有的时候他会暗示我 他会暗示我 他比如说他不能直说 因为那个 因为你知道 就我的那个平台 他们有那个检举 这个你知道吗 他就说这个 哎呀老鱼啊 你这个要想做起来呢 其实也容易 我手里呢是有东西的 然后这个 你自己还是想想的内容 等你想好了 你跟我说一声 可是我以为他说的是真的 因为也可能是我在这个 国外待时间长了 没理解他那个话 可是等我真的去跟他说的时候呢 他就说这个 你这个内容 这个就那么回事 你再好好想想 你再好好想 后来我才想明白 他让我到底去想什么 就是说 他们手里头的资源 就比如说 比如说如果当时我想 你说我想红一下 我应该给他一什么样的 这个回报 就是到底到底是说 因为我都不敢提这事 你说我给他 你说哥们 我给你50块钱人民币 我现在我微信 我转给你 我又怕他抽我 你说我要给你说 我给你 我给你哥们 就是这次大推 我给你1000块钱 这1000块钱 我又挣不回来 你说的就是说 我应该给他一什么样的 就是这种 跟这种主播的交易 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水平上 才算是比较得体 大家都觉得比较有面 其实我真不知道 因为我听到的 从小到大 都有呀 因为我最早听过的 就是很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 都还没有什么 这方面的监管吧 各个平台都很松 每个平台都一样 然后有人就是靠卖平台的资源 然后可能赚了一笔钱 然后就辞职就走了 然后后来我们别的同事 就表示非常悔恨 你当初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卖 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卖 那就你所知 说用平台 说就用这种方式 赚了一笔钱 这笔钱有多大 你要是不知道 据实说你可以猜一下 就是估计一下吧 不能这样猜一下 有多大 到底他挣了多少 说他 我知道的是很有名 就是那个已经垮了 在平台的 干了一两年 好像在北京 房子都买了吧 我不知道他 怎么搞到的 这些东西 其实在那我的角度 我觉得应该没有值 那么多钱吧 但是可能 他们因为有的平台 他的活动也是外包的 就是他是跟机器公司合作的 那谁能竞争拿到这些资源 能做这个活动 也许他们也可以从中间有些钱吧 然后还有的就是 也有的 也有的就是可能平台会出钱 然后跟活动方一起做一个什么活动 然后也会有人跟平台报的价钱 会故意高一些 就是活动方说你们出10万 然后他就可能报个15万 这种也有可能 要不然这个公司倒了 不是我刚才看那个弹幕 有好多人说 我康大得挣了多少钱 不是你们不应该关注 他挣多少钱 他说的重点是 这平台现在已经倒了 知道吗 这个才是这个事情的重点 那是都给员工买房了 在北京 那可不是得倒吗 那就是现在 因为现在肯定不会是像 说像原来那样的 那现在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有超管 想腐败一把 他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比如说他可不可以 因为我听说啊 这个就比如说把主播卖给其他平台 就是把主播或者卖给经纪公司 卖给其他平台 就是说会不会还有这种方法 能让这个超管再挣一点 卖平台不太可能 因为其实如果自己手上的主播 然后换平台其实对这个运营 本身在这个公司的影响 就是工作业绩的影响就很大 就不太可能 嗯嗯 然后 嗯 他也许可以帮主播接一些私活吧 就是主播做一些 打一些广告 然后没有走平台 就按理说 任何主播在直播平台 给其他平台做广告 都是那个费用都要先走平台的嘛 嗯嗯 就是说他们可能就私底下这样走 嗯嗯 就是算是当成 就是说算是一种 就是呃 半灰色的经纪人 就是主播的主播的另一种经纪人 嗯嗯 或者直接就是从给主播资源 然后 跟主播 也不能换一些钱吧 跟之前一样的 反正基本上就怎么说呢 就是说超管不太可能 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想赚钱的话 他肯定还是得从主播这块下手 就是说 对于大部分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说 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多 就是跟其他公司去置换的资源 在手里头 就是说一般的超管 只能是跟主播搞搞关系 然后咱们跟主播串一下 然后主播这个做的好一点 然后怎么分一点 就只能是这样子 嗯 其实主播应该还比较少吧 嗯 反而是那些经纪公司跟平台运营之间 可能喜欢搞这种事情还多一些 嗯 就因为经纪公司 他就是靠的 其实就不是一个正经的方式 对吧 因为这里也谈不上什么正经方式 就是说 直播平台跟经纪公司 好像并没有一个 说是一个特别固定的 特别稳定的 说咱们能够持续产生收益的 这么一个合作模式 因为这里头最要紧的问题是 谁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主播能火 那么作为就是说 内容提供者来说 其实这就谈不上说 我只要这么做 我就肯定能挣到钱 或者说我肯定能够 做到一个什么地步 就是说对于经纪公司 因为根本就谈不上 这一点 对不对 嗯 嗯 因为之前这我也接触过几个经纪公司 因为其实大家 我的感觉 我觉得这些经纪公司就玩呢 就是说大家这个 跟你聊天就跟谈生意就跟玩一样 就是张嘴就是什么 哎 老鱼你要过来啊 我真的啊 我不说别的 你业绩 我给你翻百分之五百 翻不到 你可以随时走吗 什么的 对 就是其实大家说的话 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然后 对 那既然说这个超管 你刚才说的 绝大部分超管 其实总体来说 也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普通收入 那么 像超管会不会有 常规的灰色收入 就比如说 这个 当然你可以不说你自己的 就是你可以说一说 就是身边的 就是没有 没有一些小补贴 你说我就天天我靠这点钱 我实在活不下去 人家一点小补贴 我自己 以前我是知道 但是那种都不存在 现在目前都不存在 就是因为每个品牌 其实都还是希望 进化自己品牌的环境 然后以前常听说 然后也有那种 完全不敢有亏损 收入的原因 这是其实没有什么日常的 可能也就是祖国 寄点什么 小礼物 土特茶吃 那也算不上 其实就是节日 给整俩笨鸡蛋 整俩溜达鸡 也就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 这算是过年单位发东西 算那个级别的 那 而且现在每个平台都管得很严吧 就是看谁胆子大 但是你这一旦就是被比报了 或者投诉了 那不就做不下去了 那就是说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离职的话 那么还有可能 在其他的直播平台找到工作吗 很意外的有 很意外的 我知道的 很意外的有 而且很多人 他即便他不能转平台 他还可以做经纪公司呀 因为他做了这个平台的运营 他手上也有主播资源 然后他也很知道 那些平台的规则怎么玩 然后他也有 也认识平台里面的人嘛 其实大部分 不做超管的人 都去开经纪公司了 那就是说 这个超管去开经纪公司 是有一点优势的 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他问 就是说有没有超管 转成主播的 然后比较成功的 没有成功的 但是有 那这种像 像如果比如说一个超管 比如说像你的形象很好 声音很好 那你说我今天我不想当这个超管 我现在在平台会不会打压你呢 按理说应该是会的 按理说应该是会的 那也就是说 基本上你当了 你当过超管的话 基本上就主播这个路 你已经不可能往下走了 就肯定是给你越走越窄 就是这个人家 那那就是咱们聊一聊 咱们聊一聊这个人生吧 畅谈一下人生 那那你觉得你从业的过程中啊 那你觉得你这个职业的乐趣 到底是什么 就是是什么让你在今天 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让你每天早上起床 感觉快坚持不住 不要坚持不住 不要坚持不住 就是有趣的 其实就是可以认识很多 不一样的人 各行各业的 因为本来做直播就没什么门槛了 什么人在直播还很赚钱的时候 很容易赚钱的时候 很多行业的人都想来 特别是演艺行业的人 都想来挑战做直播 其实也就是这样吧 然后本来当时要做直播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喜欢直播 就是不想做公务员或者是银行吧 就是家里长辈希望你做那些工作 想选一个看起来不那么正经 然后可能会很有趣的工作 所以才选了直播 所以现在你应该有一个感触 还是我爸我妈有眼光 有没有实时的觉得说 这个还是这个听得听老人 其实对 我开玩笑 因为说实话 就是说互联网的行业 在中国互联网 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用大白话说 这是一个非常跳的行业 跳呢 当然有可能会往底下跳 会从上面往下跳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从下面往上跳 而且像直播行业呢 就是说他肯定会有头部的几个公司 会有这个就是比较做的 比较精尖的这几个公司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 就是如果一旦你选了互联网那个行业 当然这个不是说说给小一听 也是说给所有的 咱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 是刚刚或者在互联网行业 已经做了几年 就大家都比较迷茫 就不知道说这个行业 到底有什么意思 到底有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 我的这个老板都是空降来的 我也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 就算有上升空间 也是表面上 就是他到底我在干什么 我每天在干什么 其实我跟你说 目的非常的明确 首先找一家能够上市的公司 然后等着他上市 不要轻易的把手里的股权 这个给别人 不要轻易的放弃 也不要轻易的去离职 其实我告诉你 就这个股权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 因为虽然上市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是大家所想的 说上市以后我们吃香喝辣的 不是 很多的是上市的破发 你比如说我前一阵 我这个参与的一个企业 那做这个家电手机的 好特别有信心 他说上市以后翻倍 结果怎么样 跌了这个一半 不是说所有的公司都会这样 但是呢 对于员工来说 你手里的股权 其实是没有什么成本的 你又领着工资 你又拿着股权 所以找到最后 肯定这是你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绝对是你人生的第一桶金 小一他们已经算是 就我们不说了 我们不说了 因为这个圈太小 就太那什么了 就是说在尤其是留在一线城市 或者留在什么呢 就是大家还是要 还是要好好的去想一下 就是说也别迷茫 走公务员去银行是一条路 走那个互联网 这也是另外一条路 但是这两条路 你相信只要你坚持 肯定殊途同归 就是你可能在第一个 你找到工作 你拿不到股票 你可能这公司黄了 或者什么的 但是你的经验 会让你在第二个公司 拿到相同的职位 拿到相同的股权 然后捞到第一桶金 这第一桶金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这就直接决定了 你将来的生活品质 决定了将来 你是不是有急事的人 就是工作是不是自由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呢 就是说也送给所有的 因为我是一个在这个方面的受益者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分享一下 然后让大家也安安心 所以我觉得直播行业 还是一个比较有前途的行业 那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行业里头 你觉得最无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是无奈的 这个行业嘛 发展太快 管理太乱 发展太快 管理太乱 那这个就是说 你还有没有信心说 这个职业是一个比较前景的职业 就是说未来直播平台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 就是你们从业内的角度看 直播平台会发展成什么样 就是以后的主播会以什么内容为主 然后平台会以什么方式存在 其实我觉得 直播内容一定会走向低俗 走向低俗 就是大势所趋 就是跟大家的品位吧 用户的口味 所有那些能博人眼球的 迅速吸引人的 好像都是一些 列席但是偏低俗的内容吧 然后直播并不像以前 就是说 拉投资 然后有钱去烧钱 然后我们去做内容 做各种尝试 特别在今年 就是如果整个经济环境 都不是太好的情况下 大家肯定都会选择 只赚钱的东西去做 不会再做太多新的尝试了 所以就是 纯做 收入 做礼物 那可能留下来最多的就是你主播 然后还有一些游戏平台 做流量 就需要有酒才来割嘛 然后太新颖的内容 或者是小众的内容 可能各个平台都不会在做 那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当部主播 他这个生存空间已经是 就是基本上在你们业内 已经给压缩到 就是差不多这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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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谋高就了 是那个 是那个意思吗 其实就是 如果说今年经济不好的话 可能对直播平台和视频网站 也是个机会吧 就大家在 现实生活中消费不了 然后把时间大量的消耗 在直播平台和视频网站上面 对我们来说 也许是 对我们来说 这个 这个我 因为正好 正好 这个 有 因为有一个那个 我们这个平台 看我们这平台的一个土豪 正好在直播间里 就是说 我 我还好提 就是说你们是怎么维护土豪们的 就是说你们会不会有一个 专门的一拨人去维护这些土豪 比如说我们这个直播间 就有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压力军同志 他就是土豪 就是他们 你们有没有人说专门就是说 哎呀 这个可得帮主播把这个土豪维护好 有没有这么一个部门 有呀 每个部门 不是 每个公司不都有什么 什么大客户维护啥的 这种部门 我们也有 那就是说什么样的客户才叫大客户 我不知道他们的定义是什么 但是一定是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多少钱才能 对那是肯定的 你看你说你说这个土豪 土豪马上又一万日元的donation 谢谢这压力军的donation 不是 这种就是说 就是说你们会不会说 比如说这个土豪 他呢 不太适合在这个直播间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挪到 更有价值的直播间 就你们会不会去琢磨这些事情 会有 因为其实 就是渐渐的土豪也会有自己的一批粉丝 就是其实他们有引流的效果 就比方说 有哪个主播还不错 然后我们会想请这个主播去看一下 然后他觉得不错的话 他就刷点礼物 然后还能带一批用户过去 就是会有这样子 那 我说怎么 我们就没有留不住 我们直播间怎么就留不住土豪呢 原来是因为 这个原因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这土豪都是真金白银啊 人家是真金白银 争风吃醋 那不是真金白银啊 人家刷出来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 我觉得呢 平台出一波人去维护这种关系呢 也是无可厚非 也是很正常 所以我们今天啊 这个 因为 小A 他不是一个熬夜的主 他不是一个能熬夜的主 所以这个 人家 你是不是快上班了 是不是 明天应该就开始上班了 我还在休息呢 还在休息 休息到哪天啊 不会 休息完了 这个公司都没了吧 就这两天就要上班了 就这两天就要上班了 所以这个 小A他还要上班了 然后我们已经连了一个半小时了 然后呢 我特别感谢 我特别感谢小A在长时间以来 因为虽然他不是我们这个这个播的这平台 但是他也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很多的意见 很多的建议 我也是受益 匪浅 然后也希望小A呢 反正能坚持下去 因为他肯定是确实未婚 美妞 年轻 然后 就是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能跟他发展一下 但是如果好像他也在找男友 如果你们有什么 觉得自己 觉得自己长得还不错的 或者比较有 比较比较觉得跟超管 这个行业能聊来的 到时候也可以联系联系 然后这个 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小A能上这节目 然后呢 这个因为今天是 我们这节目是在YouTube上推的流 然后呢 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个节目在墙内 有什么这个传播 所以 我们用了化名 我们隐去了公司 隐去了这个身份 然后变了商 所以 这个我们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尊重这一期节目嘉宾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去猜 去那什么 尤其是就不要去讨论 不要去传播这个 那么 小A就祝你在未来直播的路 希望你今天上完这节目 你别自闭啊 你千万别自闭啊 其实我跟你说 你在这个行业还是一个 很有前途的行业 千万别 聊完了以后 说过两天离职了 什么自闭了 千万不要这样 那我们今天这个连线就先到这 然后让小A赶紧睡觉 然后咱们 到时候咱俩再微信 好 那我先替 替所有这个 这个直播间的朋友 先谢谢小A 拜拜 那行 拜拜 拜拜 小A很爱笑 很爱笑 然后呢 也确实是一个资深的超管 对吧 资深超管 然后 这期节目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不太可能 能够 说百分之百的 把这事给 聊完 然后 咱们先谢谢压力军啊 压力军有两万 有两万日元的 donation 人家说人家是A 必须是C 无所谓啊 C不C的 A不A的 无所谓 反正 他是个美妞 这个人是 确实是本人是美妞 然后 声音 就是如果没变声的话 特别的好听 他今天就是说 那个 咱刚刚 说可能稍微 大家听了 有一点 反应慢 是因为啊 他那边连线 有一点问题 他 他一直在跟我说 他说他听他自己 那个声音 有一点点延迟 然后呢 他就是 他听不见他自己 那个实时的声音 他就是 他说完了 他老听他那个声音 呃 出来 所以大概有 有个几十秒的延迟 呃 这是那个 变声的问题 他说 他说强烈建议 下一位嘉宾 绝对不要变音 我们一般的嘉宾 也没有这个 也没有这个需求 就是 就是大家 因为这个确实 我怕 确实怕 做完了这期节目 当时你公司 把你开了 这是我特别害怕的一件事 小小A是中国人 小A今年 二十 六吧 好像二十六岁 正常直播 明天就是正常直播了 然后明天呢 就是 柏林墙的故事 但是还是在这儿 记住 明天的直播 还是在 呃 YouTube上的直播 因为柏林墙的这个直播呢 不是一个在墙内 呃的直播 所以我们还是在这儿直播 然后今天呢 我们这段录音呢 到时候会在 喜马拉雅 会在优酷上 但是不会在豆鱼上 啊 我们会把这个豆鱼给避开 因为这个今天聊了好多 关于豆鱼的问题 这个 虽然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问题 对不对 没有什么具体问题 但是 但是好像总觉得说 让豆鱼这个听讲 哎 不是特别好 呃 万普列是说 周二抽奖 他要送疯狂的外星人 哈哈 疯狂的外星人 土豪大哥记着空姐 啊 记着空姐 呃 豆鱼 就是刚才你 你听到 其实 就是具体人数的问题 就是到底 实际的人数的问题 是什么呢 在早期 我曾经跟A11011做过 这个算法的反算 呃 在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的直播间的实际人数 大概就是600人左右 就是比较巅峰的人数 呃 大概其实实际上就是600人左右 我说的是同时在线的 呃 其实你也看了 就是说我们在墙外的 这种直播 就是说我们在 真正的 有统 真实人数统计的这种直播 那么在线的人数 大概就是100人左右 我们考虑到 我们考虑到 这个国内的朋友 不是特别容易看到 国外的这个直播啊 我们考虑到 这个数字 在结合我们之前的数字 那么 其实 就是如果我们在 斗鱼这个平台上 那么热度 如果有2万多 3万多的话 嗯 或者说人气 在2000到3000左右的 这种当部主播啊 这种当部主播 那么大概 它的平均在线人数 应该就是在 400到500之间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 当然因为我们 这个斗鱼的这个算法 改过好几次 然后我也没有时间 再去反算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数字呢 可能现在会 水分可能更多一点 但是我们观察弹幕吧 应该差不多吧 就这样 但是你也听到了 其实即便是在 直播平台的超管 换句话说 就是说你真的去 问斗鱼的超管 说到底我直播间 有多少真实人数 他们也不知道的 他们也是看不见的 因为 这个算法对于 对于这个 就是算法肯定 就对于大家都是保密的 对于那个超管 也是保密的 对 所以这个当顾主播 怎么在手机APP上 第一时间看你直播 这个你要允许 YouTube的通知 虽然YouTube 是在墙外 你要翻墙才可以看 但是YouTube的通知 是可以发到墙内的 对啊 在Twitch上 其实在Twitch上 在YouTube上 其实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 是 百人左右的主播 这个其实也算是 标准当部主播了 也算是标准的 当部主播了 就是说不算是 那个最底层的主播 但是 基本上也算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 可能有一定的观众 固定观众的 这么一个主播了 所以 对基础热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加成了一种 那至于这个算法 现在是怎么调的 这个我现在确实是 没有 没有任何办法 没有任何办法 知道了 因为太难了 就是你 他这个 现在越计算越复杂 所以这一期的直播呢 希望大家 就是我们采访的 直播平台的超管 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给大家一个 直播行业的概念 这个概念 无所谓 我不希望说 说说你 听完这些直播以后 你说原来 他们也不容易 我也不希望你有这种 他们也没什么不容易 他们确实不容易 尤其是那个审核的 你刚才看了 虽然我不知道 那个斗鱼 他们那个是怎么审核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 基本上就是这么 坐在那 然后盯着那个屏幕 对吧 然后你出了问题 然后马上就给 那个经纪人发 发这个通知 发截图 对不对 喜马拉雅 没有柏林墙这期专题 柏林墙这期专题 只有在YouTube上 就是直播也是在YouTube上 然后回播也是在YouTube上 所以没有这一期专题 墙内没有 你唯一能在 你想看 这个柏林墙的视频 只能在YouTube上 如果你想听 他的音频回播 那么你只能在浑水摸鱼上 浑水摸鱼的话 你要记住 你必须有海外IP才可以 必须是海外的用户 因为我们这个专题 并不是针对 墙内的 不是针对国内的这个直播 弄得越来越虚假 就跟那个黄 那个地一样 尴尬 所以 因为这 刚才大家问了好多 具体的问题 我没法问他 因为 他不是斗鱼这个平台的 他不是斗鱼这平台的话 你斗鱼 比如说刚才我就看 有人问说 就说皇帝的这些猫腻 就是这些充值的猫腻 都是什么 你这些他也不知道 就是问了他也不知道 其实这些我早就问过他 他如果说只是猜的话 那没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退是百人顶 斗鱼两万热度了 其实你可以看看 现在咱们这直播间 就118个人对吧 你可以看一下118个人的这个弹幕 你再想一想 在刚才他也说了 就是说你看真实的那个热度 你也看不出来 你只能看他的弹幕的这个模样 对吧 你只能看他弹幕的这个频率 博力强专题 为什么把后面的聊天砍掉了 专题呢 我们后边其实是没有聊天的 我们其实这个职业访谈这个专题呢 今天是因为我们不会聊太多 所以我们就录着呢 然后专题我们是没有聊天的 专题就是专题 但是在YouTube上 整场博力强的直播是保存的 你可以看到那个直播 就是完整的直播 所以那个后边是有聊天的 但是专题就是为了让大家听得更爽 前面没有 前面后边都没有干扰 没有出戏的那个 就这么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没有录 前面和后边的那个聊天 这个 用PAC模式的话 会是什么因为实际成国内IP 还是国外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确实不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直播呢 我们就先到这 北京时间的晚上11点 都时间下午5点 下午4点 我们明天呢 在明天的直播呢 是在YouTube的直播 所以明天是柏林强的第二期 所以那么感谢今天各位来参与这个节目 记住啊 就是说以后直约访谈这个节目还是在这个豆鱼的直播 所以我们只是偶尔 因为这一期涉及到他们这个行业 所以我们挪到外边来播 因为这期这豆鱼肯定也播不了 这播一半估计就给掐了 你还找敌台的来赏这个什么呢 你真是 你还真是个当部主播 你还真是这个支愣着播 你还真拿你自己当回事 你们如果仔细看 你们看不见我的积分 你知道到现在 我这个积分还没给我加回来 原来是过几天就给我加回来了 到现在还没给我加回来 你就想想他们有多小心眼 我就写了两篇文章骂了他们一下 我还没有指明道姓的骂 但是你看看就到现在 行了不说了 咱们这个明天 明天咱们专题再见 那么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所有刚才这个 有这个donation的朋友 拍给面了 到了这个海外平台 那当然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会一直努力往下做 我们的youtube这个平台 是我们未来也要慢慢的要发力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是我们这种直播节目 在国内能播的内容会越来越少的 你今天你看现在连中医都不让聊 对吧 过两天历史可能也会出问题 然后这个经济也不让聊 政治也不让聊 什么都不让聊了 所以慢慢慢慢 可能像我们这种谈话节目 我们就必须要 我们需要有一个备份 所以未来呢 我们也会慢慢慢慢的 会在youtube上 会有一些新的内容 那么 感谢各位 咱们 咱们明天 再见 那么 就祝大家晚安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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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